好,我们接着来看啊,我们把这个版本库已经创建完了是吧,那一些基本的这个操作一些命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我们列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那在基本操作之前啊,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方式啊,打开命令行。 嗯,好,在这个位置呢,呃,我们如果是先登录这个打开这个Git以后,我们把版本库已经创建好了是吧,我来ls,然后呢,进入到我们创建好的那个版本库里面是吧,嗯,呃,叫做cdraypostory是吧,然后Git是这个版本库吧,嗯,我们已经在这儿呢,呃,已经创建好了,并且建了一个readme啊,把它放进去,对吧,呃,这里面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大家安装好这个Git以后啊,需要给这个Git呢,提供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这个用户名跟你的这个邮箱啊,为什么要提供这个用户名跟邮箱呢,就是说你每次提交信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团队协作开发里面,那我哪知道这是谁提交的信息,是吧,就每个人都得有一个用户名嘛,相当于是,是吧,比如说这是我提交的,这那是你提交的,大家都有用户名来去区别是吧,所以这个呢,呃,正常我们应该创建好的时候,只需要 叫我配置啊,配置一下这个这个信息就可以了,是吧,那我们呢也可以用这个,呃,这个命令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配置啊,我们叫做Git,然后呢,呃,config,啊,Git,config,然后一个,呃,两个杠啊,两个杠,一个叫做,呃,global,global就是什么,就全局的意思是吧,就配置一个全局的用户名, username,啊,比如说我的username叫做,这个啊,比如说我叫wins,啊,我叫wins,啊,这个名字呢,呃,基本上可能呢,大家都写不一样的是吧,还写不一样的,因为,呃,还有一个就是邮箱,邮箱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名字可以,可以别名嘛,可以相同,呀,都无所谓啊,这个可以,ok,配置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Git,config,这是第一步要做啊,然后,两个杠,然后呢,也配置一个global,就一般就是全局的user.是吧, email,是吧,email,啊,你自己写个email,那email不可能会重吧,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工作的邮箱,是吧,哎,比如说我的,啊,我叫finally,这个m,然后at,我们用一个qq的邮箱,好吧,嗯,OK,回色,好,这样的话呢,我把我的用户信息,是不是就,就,这样就,呃,配置好了,嗯,对不对,哎,配置好了,那配置好了以后呢,这是,呃,配置好了以后呢,这是,呃,配置好了以后,这个用户名,那么每次你提交信息的时候,他就会,这个, 这个,这个用户,啊,跟这个邮箱的方式,作为这个,呃,一个一个区别,啊,作为一个区别,好,这两步步骤,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安装好了以后呢,都应该把它给写上去,是吧,对啊,把它写上去,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就接着跟着看,这个,基本的一些操作,呃,我这里列出了一些基本操作,一些命令,啊,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叫git,一个叫state,state,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让我们, 我们时刻掌握这个,这个仓库的当前状态,就是你这个版本库的状态,是吧,比如说我现在查看一下,git,啊,叫git,然后呢,这个叫state,get,state,是吧,好,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当前是没有,没有nothing,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提交,是吧,嗯,这是工作目录,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呃,blanch,什么意思啊,分支的意思,嗯,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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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ust,啊,我们说是分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说啊,具体说,就是说,呃,简单先先阐述一下,就是说,我的工作现在应该是在哪个分支上去做,我可以创建不同的分支,然后在不同的分支上去做我相应的这个,呃,修改,这样的话我在这个分支上查看,跟那个分支上查看,效果是不一样的,对吧,嗯,是这个意思,假如说我在正在写代码,对吧,嗯,我在啪啪啪,写代码,哎,突然领导已经过来,说,你添加一个另一个, 那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不能把这个代码或者说关掉 或者说是再重新做另一件事情 我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当前分支 我就保留当前分支 然后另外再创建一个分支 再创建一个分支 然后在那个分支上去完成 刚才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完成以后 我再切换回 刚才那个分支 我就可以又可以继续写 互不影响 这是分支的一个作用 那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你一创建版本库以后 他默认的一个分支就叫master 就是组分支 组分支 你可以在这个分支上 再创建其他的分支 后面我们讲分支的时候再说 好吧 OK 这是当前的一个状态 当前状态 好 那么现在呢 如果我们要去改一下这个信息 对不对 我把这个 可以拉稍微 稍微大点啊 我要去改这个当前这个 我们下面不是有一个 readme 这个文件吗 对吧 我先cat一下 readme text 是吗 这里面是我们写了一个 git init 然后是coding 小光 对不对 小光 比如说我们再加一句话进去 对不对 再加一句话进去 我就直接输进去了 echo echo就是往外这个输出 输出的意思 echo一个什么呢 echo一个比如说这个 我们还是说那个啊 就是好好学习天天上 是吧 go的go的study 是吧 然后呢 这个daydayup 对吧 好 输到哪里去呢 输到这个readme.test 这个文件 哟 我的bench 这个好像是输出的有点问题是吧 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啊 再往上 这个命令 哦 我们这有一个探号是吧 他在这里面不用那个探号 echo 然后go的go的study 是吧 嗯 daydayup 就这样吧 然后呢 readme.test readme 写错了吗 分号 过在前面 哪个少了呢 哦 又少了一个那个 双一号 双一号 是吧 又少了一个双一号 现在这个命令行已经推不出去了 是吧 这是悲催 关掉 重开一下吧 重开一下啊 c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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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tori 是吧 嗯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把它添加是吧 echo 啊 添加一个go的 go的study 怎么不让我好好学习呢 是吧 啊 daydayup ok 到这个readme.test ok 现在可以进去了 我们再看他一下这个read什么 me readme 好 这个readme呢 我们就是 嗯 应该说现在是 哎 是添加了一个文件进来 是不是添加了一个文件 添加了这句话 是吧 这句话显出来 之前那个话好像好像有还有没有啊 我们是在哪个文件里面 这里面 这个里面 呦 之前那句话已经被这个相当于重新新建的一个这个文件了对吧 重新新建一个文件的啊 那也就没关系啊 没关系就这样好 好 新建好这个文件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先要往上去添加对不对 git什么 add add 就把它添加readme test是吧 好添加进去 我们可以用git去stay stay他的状态 你看现在说告诉我们现在我这个文件已经被修改过了是吧 你看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文件已经被这个修改过了 修改过了以后 现在你看我在git 嗯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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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为提交 这时候呢 就一个文件发生变化被已经提交进去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我们再查一下这个git state 就是这个你可以一直都可以查看他当前的这个状态 是吧 嗯 现在就没有被修改的这个文件了吧 对 没有被修改的文件 就是一直你可以用state呢 去查看当前的这个 呃 当前分支的 当前你正在操作这个分支的这个状态 就这个意思 好吧 第二个命令是叫Git 叫什么 DIFF 叫DIFF DIFF的命令是什么意思 就是DIFFLENCE DIFFLENCE什么意思 不同 查看不同的意思 不同意同的意思 显示的格式采用的是叫 UNIFS的一个DIFF的格式 可显示修改文件的内容 你看这个显示这个状态的话 可能还不够直接 只是他把说告诉你哪个文件被修改了 对吧 比如说我再输出一句话可以吗 这个echo echo再输一个hello 到这个文件中是吧 readme.text 好再输出一句话进来了 再添加一句话进来 好在这句话里面 这句话里面 您看一下我现在用这个get state的话 他说这个文件呢已经是被改过了是吗 嗯 对不对 是被改过了啊 但是变红的 这跟这个颜色不一样 因为没有把它重新给怎么样 给他这个 add进去是吧 好 对 readme.test 好添加完 你看我再get state 你看他就变成这个已经 所以已经被加到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叫展存区啊 他有一个叫展存区啊 展存区就已经加了展存区里面 这个就没有加了转存区的意思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还没有被提交 他绿色的表示还没有被提交是吗 对 没有被提交 那我哪知道我这个文件是 表现了 我就离开了 过了n天回来 我再看查状态的 他这个状态 那我就知道 那我还是不知道 我这个文件中 我修改了哪些东西是吗 对 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get 什么 dif 这个readme.test 嗯 我看一下get dif 这个命令 看一下啊 怎么是啊 dif 是get dif 查看 就是查看他的这个 当前的 是这么实了吧 嗯 是这么实啊 dif 然后呢 是什么 readme.test 贸似好像 呃不起作用是吧 嗯 不起作用啊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文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if 呃 看这里面有 有没有用到这个 这个方法 嗯 添加进去 你要去查看 查看以后呢 这边是呃 dif 这个地方就是来查看的 对吧 对 查看 git add 然后查看它的状态 就添加 添加完以后再查看状态是吧 对 查看状态 嗯 这就是说查看不了是吧 查看不了 那么它可以用来查看修改的内容啊 是不是可以查看修改的内容啊 没有问题吧 对 可以查看修改内容 git git 然后下面是呃 dif 然后是readme.txt 应该是这就这么来写吧 嗯 对吧 就这么来写 哎 但是我这个好像 他不起作用是吧 回来再看一下啊 切到这边来 然后再切到我们的 yoo 切到我们的命令行啊 我们已经添加过了 然后现在是 dif ls readme 没有问题啊 readme 我看一下 呃 里面有这个git的信息在里面啊 已经有git的信息在里面了 我们来git dif readme.txt 他好像没有显示出 我这个 没有显示出我这个操作的嘛 这边倒是有这个是有这个地府这个命令的对吧 嗯 对不对 有这个命令的你看啊 我来查一下帮助吧 呃 我们看一下他的用法 这边 dif呢 里面是 呃 名称 然后这是他们的我们的这个选项是吧 我们的选项 呃 路径的名称 应该就是这么去使用吧 dif soul change between 就是提交之前之间的改变提交 跟提交之间是吧 嗯 之间你要显示的这个 内容 说这意思吧 对 显示的内容 嗯 option 证实 wq 冒事 看一下 git 我们刚才用的是dif 就是这么实啊 没有问题吧 他好像没显示出来 那我再查一下这个状态 呃 再用git 再去 比如说我再输入一句话吧 我看一下这个文件改了没有啊 对不对 嗯 看文件改了没有 我们用文本编辑器 给它打开 诶 嗯 我再输入了一个hello 好像之前那个那句话就 没有 是不是没有了 覆盖 对吧 诶 是一直被覆盖掉了 他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面改吧 好吧 在这边再改一下 我们我们看看这个状态 是不是这个这个 刚才我用了echo这个命令的这个问题 是吧 我用git 我们先提交一下 commit gm 然后这边是 hello 是吧 对 走 hello ok 我现在已经提交了 state state 已经被提交过了 现在这个文件已经过去了 然后现在我在这修改一下 是吧 我写上 goode goode 反过来写啊 study day day up ok 保存一下是吧 嗯好 保存一下 现在我这个文件呢 已经被修改过了 是吧 被修改过了 我来查一下状态 state 已经被修改过了 然后呢 在git add readme diffreadme 是吧 是吧 嗯 readme 然后再git 这个 diffreadme .txt 嗯 还是没查出来啊 state 这边是已经有了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文件 文件貌似也ok了 嗯 我这边有个文档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命令 我看我这里有没有记录这个 diff echo 然后往外去输出 我看我这里有没有记录这个 我看我这里有没有记录这个 我再查看这个diff 这个命令 哎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杠的命令 git diffreadme test 嗯 这个是查看他的这个帮助 查看到这个帮助 杠杠 diff diff readme 依然是这个帮助啊 呃 echo 呃 123 test 这帮你输出了啊 看他一下 readme test 这帮你输出了啊 呃 现在是123加进去了啊 嗯 123被加进去了啊 嗯 然后get的state 就两次被修改 就两次被修改是吧 对 git 然后再 commit 一下 杠 m 呃 123 加入了一个123进去 然后再查一下状态 嗯 两次是吧 嗯 两次 那么现在在git git git readme 诶 刚才为什么就一直没查出来呢 是吧 啊 没查出来 现在你看他就应该是显示出来了 对吧 啊 应该是显示出来了 每一次他只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已经做了一次这个 呃 先写了一个hello是吧 对 然后再写了一个google study data up 这个信息 然后后面呢 在这个信息后面呢 我们又加入了一个 呃 还没提交是吧 对 还没提交之前 又加入了一个123 他就会把这个信息给我们 呃 输出出来啊 输出来 呃 现在这个呢 命令是这么来写的 对吧 对 刚才 刚才那个 没输出啊 没有没有输出来 刚才我们用的用法好像也差不多是吧 嗯 也差不多 可能是用的是那个echo echo 现在可能用了echo的那个 那个 那个一个箭头 一个箭头就替换是吧 两个箭头才是这个追加进去 对不对 对 才追加进去啊 可能是这样的 把它给替换掉了 所以他没有 没有这个显示出来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命令就可以查看到我们的这个修改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啊 实际上他跟这个查看状态呢 呃 差不多 对不对 嗯 差不多啊 这个样子 OK 嗯 再继续玩看啊 再继续玩看 还有一个就是log的命令 那么用来显示最近到最远的这个提交的日志 提交的日志 提交的日志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啊 我先把它提交一下啊 commit 然后呢 呃 led me 对不对 嗯 添加一下 然后再 来提交一下 就是提交进去了 对吧 对 好 看的 看的这个 led me.test OK 都进去了啊 好 下面呢 我们用一下这个log这个命令啊 呃 git里面的你直接打log的话呢 他会把你刚才一直 呃 从从下往从下往上的方式对不对 从下往上的方式呢 他会把你这个日志的这个信息是不是都显示出来啊 嗯 日志的信息都都显示出来了 你看第一个呢 我们加入了一个先创建文件是吧 对 先加入hello 然后再来一个123 那后面那个123又替换掉了是吧 我们又把它 嗯 有吗 现在 哎 有这个 咕咕date study 他就是两次变成一次提交嘛 对不对 两次变成一次提交 那这个提交信息呢 因为我们这个写的都是123是吧 他的这个 在这 我们的这个描述信息是不是写的是123啊 对 这是你的描述信息 两次都叫123 对吧 这个第二次写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咕咕 study 咕咕 study 叠叠叠 这个 然后我们的把注写成123了 这个也是他这个后面的那个 干m那写的一个注写 对吧 他就能把你那个所提交的这个 这个日志信息都给列出来 是吗 都给列出来 是这样的 好 继续好好看 呃如果你要显示为一行 可以加上这个命令 叫 plety 等于什么 online 你写一下啊 现在你看显示很多行对不对 对 很多行 呃你可以直接写一个 哎 你看这边 你可以回车 就写了好多信息 这是到最后了吧 嗯 这边是到最后了 你看这个hello 刚才那边还有分页是吧 newline 还有很多很多一个信息啊 ok 这是不是到最后了 嗯 这边已经是啊 写到到最后了 到最后了 ok 这就退出来了 退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显示为一行的方式啊 我们叫做gitlog 刚才那个命令叫什么呢 叫做 plety plety 等于什么 one light 是吧 等于 gitlog 是one 是one line吧 是吧 嗯 ok one line就表示一行是吧 就给它显示一行的意思 呃 git 我写错了 有 哎呀 re 是吧 re 你看这样的话 他就把这个信息呢 咔咔咔咔咔 就是简洁的方式给你写出来 相当于是是吧 对 一二三四五 简洁的方式啊 给你列出来 前面这个呢 就是你提交的那个 每次提交的那个 那个ID号啊 ID号 它是不不重复的啊 不重复 虽然比较长 啊 比较长 ok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叫git reset reset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因为你通过版本控制以后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这个回退 是吧 嗯 对不对 进行这个回退的操作 你看 比如说我现在想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对不对 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我就加一二三之前那个版本呗 嗯 是这意思吧 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怎么做呢 你就是gitreset 刚这个叫hide 然后里面是一个叫 什么 hide hide 然后一个这个箭头 一个箭头就表示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如果两个箭头就表示退回到 上上的版本 如果很多的话 你不可能写n个箭头 是吧 那就后面可以写什么样 一个波浪线 然后写这个呃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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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三四五 退回到之前的第几个版本 对吧 嗯 这样来写 好 那我们就写一下这个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好吧 嗯 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我们叫做啊 gitreset reset叫什么 杠杠 hide 然后呢 hide一个箭头是吧 好 回退 你看 已经把一二三那个就给他返回掉了是吗 返回掉了 你看一下啊 我现在再来 cat一下 readme.test 哎 就变成了这个 hello 然后呢 google study dailyup 一二三是不是没了 对 一二三没了 现在我就已经把它还原了 是吗 嗯 还原到这个上一个这个版本 如果两个间号就放上上这个版本 就把把这个google study这个也去掉称hello是吧 嗯 ok 这是这是这个回退啊 回退的这个命令 查看 命令的历史 就是你一共用了多少个命令 是吧 嗯 用reif lob get 这个iflob 你一共用了提交的这个方式是用哪些这个命令是吧 嗯 哪些这个命令 呃 提交这个 你看 用了resite commit 又commit commit 提交 对吧 对 一直在提交了每一个不同的版本 啊 不同版本 那你中国 if log呢 你就可以指定 你看这边啊 你就可以去 相当于是可以指定这个版本去 回退 指定版本去回退啊 以便要回到 回到未来的哪个版本 刚才那个是上一个版本上一个版本 那你也不知道上上一个版本是什么呀 对 对不对 那你可能更方便的方式是 我要查一下 我一共提交了多少个版本 对不对 嗯 你又提交了多少个版本 然后呢 我要知道 哎 我要退到哪个版本去 所以说你看这个commit里面这个描述是不是也是很关键的呀 对 是吧 就我这个版本修改了什么什么内容 你一定要把它写清楚 而不是随便写 而也不是说不写 是吧 一定要把它描述 比如说这个文件 我主要修改了什么什么功能 你也把它写了 这样的话 那你一查看历史 你才能看清楚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如果你随便写一个书 为了敷衍 那到最后吃亏的就是 就你自己了 对 就你自己都不懂 你都自己都不当 你看两个一二三 你哪知道这个一二三改了什么 这个一二三又改了什么 是不是 对 就这个意思 好吧 所以这后面这个提交的时候-m 后面的注释是非常关键的 对 非常关键 好 那我们根据这个我就可以去怎么样 可以去指定 我要回退到哪个版本 对吧 嗯 指定回退到这个哪个版本上去 哈喽这个位置是吧 嗯 哈喽这个位置 那他指的命令是你把它复制过来 对不对 哎 就是这个你要退回的这个 这个命令 OK 他就退回去了 然后再看了一下 累的命 是不是只剩下哈喽了 啊 这个咕噜咕噜 study 那个就没了 就已经被我回退掉了啊 这是这个还原回退啊 回退的这个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版本历史之间进行传说 你想回忆之前那个行不行 我现在有没有回退掉了吗 嗯 我还想再回去 可以 我后悔了 什么 我后悔了 可不可以啊 可以 也可以啊 一样的 那我就开 还可以在 git lue site head 我回退到 比如说我一共 呃 moy 我回退到这个版本 行吗 嗯 可以 走 你看 再开的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leadme 我只是用这个leadme 来做测试 未来你这个文件 肯定是你的这个 原代码文件 对吧 OK 回来 你看 hello go study dead 所以你有的版本控制 你就根本就不怕 这个东西会怎么样 会 丢掉 会丢失 是因为他永远都在你那个版本 库里面 是吧 只不过他只不过你看你怎么去 你要哪个版本而已 是吧 你自己去 他是不会丢掉的 不会丢掉了 所以这就是版本库 他的这个最核心啊 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便利的方 一个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工具啊 好 这是回退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用到这个git check out check out 然后里面是 会用到 这个命令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呃 read me 这个文件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什么 让一个文件回到最近一次 这个git commit 或者git add的一个状态 是吧 你可以用它回到最近一次的 这个这个commit 呃 这是 这是这个命令了 好吧 这个命令了 嗯 好 这个我们就不演示了 然后呢 rm什么意思啊 从版本库中删除这个文件 并且呢 这个提交 嗯 并且提交 你就rm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啊 那么git check out 就可以把553的文件呢 恢复到什么 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 因为你删实际上也是删不掉的 对 删了它还是在 只不过版本上 你就把它删掉了 但是那个信息还是 在版本库里面还是存着的 对吧 对 还存 你还可以进行这个这个还原 好吧 进行还原 好 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功能 rm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readme.test ok 看 对了 滤目掉了 嗯 滤目掉 那个is 是不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对 is没东西了 ok 后悔了 是吧 记得叫什么 这个check checkout 嗯 checkout ok 回来了 ls 哟 回来了没有 那写文件名吧 嗯 你看 checkout -什么 文件名是吧 对 git checkout -u - ya 回来了没有 git checkout ledmetext 看一下 你应该是回来呀 checkout 这不D已经有了吗 是吧 嗯 然后呢 我们再get commit一下吧 commit叫做什么样 checkout checkout 有checkout 然后呢 我们再查一下 还没有 get checkout 走你 嗯 在 还来 我们看这个文件 诶 都没有了 说没有了 就蒙我吗 我们看一下 checkout 杠杠 test 把物商的文件 恢复到最新 是吧 是有一个杠杠 然后加上 加上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 对 checkout 杠杠 然后呢 leadme test 走 hap一下吧 又出毛病了 是吧 呃 杠 q 杠 f 这个out 直接是路径里面工作的路径 给它还原回来 是吧 嗯 还原回来 最近的一次 应该是ok的 嗯 没问题啊 应该是 又出刚才那个问题 好 我们还一点 没关系啊 再来查一下 刚才那个 回退 撤销 那个文档就行 啊 版本的回退 我们看一下 他这有没有写 里面我们会用到呃 这些我们刚才都已经漏了 已经演示过了啊 演示过了 然后最后一点是 laysite 哎 我们可以通过日志去回回退吧啊 既然他回退不了的话 是吧 嗯 我们通过日志回退 回退到哪个 我们查一下那个 我们刚才的那个日志 叫做iflog是吧 要 写错 iflog 呃 果然我们用了commit 然后用了moving是吧 moving 你这个要想回退的话 行不行 行吗 嗯 可以 可以吧 我就用他了啊 好 还是得用这个方法 呃 用git什么 laysite site 杠杠 杠杠叫什么来着 hard 然后是这个名称是吧 ok回来了 还回来肯定能回来是吧 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他会 他会丢掉对吧 他会丢掉 ok 这边呢 我是回退到了刚才的那个hello这个命令里面是吧 嗯 如果没回退到123啊 对不对 这是往往前走了 往前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创建这个文件是吧 对啊 这是第二个 我回到这个文件里面去了 ok 好 你还可以啊 那我们就算了一切把它回退到我们刚才添加信息的那个位置 添加这个google study这个位置吧 走 cat 然后呢 read me get test ok 这个有了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回退啊 这个相关的这个命令啊 这个基本操作的这个命令 嗯 呃 这些命令呢 可能是要大家可能需要去呃 可能多用一些就比较熟了 对吧 对 比较熟 可能有段时间不用了 你可能又会又会比较生疏一点啊 对啊 可能要经常去使用啊 做项目的时候经常去使用 可能你就会把这个命令再熟悉起来 好吧 嗯 ok 那么这一小节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吧 下面后面还有啊 继续给大家讲 ok